12月13日,92岁港星胡锋与主持人鲍林圣斌一起出席活动,二人百无禁忌 当天为骨灰安置所的商家担任剪彩嘉宾谈及身后事,他们畅所欲言 胡锋表示,看完骨灰和后觉得很特别,令人大开眼界,而且没有一丝伤感 还说自己的身后事一早就安排好了,以后会和太太合葬,位置及各方面的东西都安排妥当 采访中,胡锋还谈到了周海妹,当记者询问两人有没有合作过,胡锋突然变得伤感 叹了一声后坦言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只说一句,我没意见后保持沉默 胡锋的太太吕永和在2016年去世,二人结婚59年,抗力情深,生育了五名子女 还受养了一大堆干儿子、干女儿,是圈内的模范夫妻 即便太太已经去世七年,但胡锋对王妻的爱没有丝毫改变,谈到未来将合葬的问题 胡锋笑着说,两人已经奋不开了,92岁的胡锋身体硬朗,说话中气十足 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他早就看淡一切,如今不言退休,商家也非常捧他,工作邀约应接不下 之前内地传出,胡锋在演唱会后台,向88岁的罗兰求婚 报道还说二人不会去领结婚证,也不摆宴,只想一起共度余生 对于求婚一事,港媒向当事人胡锋求证事件真伪 秀格表示,这是美丽的谎言 求婚谣言传开后,好多人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恭喜我,令人啼笑皆非 已经92岁的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对于美丽的谎言,他并没有生气 对于喜欢香港恐怖片的朋友来说,想必都不会对老戏古罗兰陌生 演艺生涯中,他献出了阴阳路十支薛妍咒,阴阳路八支棺材仔,初一十五等数十部恐怖电影 尤其以饰演鬼婆著称,在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金庸剧《神雕侠侣》中 他还塑造了最为经典的球千尺一角,土和藻绝技精差武林 夸张惊悚的形象更是成了无数人的童年阴影 或许正是因为塑造了太多骇人的荧幕形象 罗兰的恋情始终没能修成正果 以至于直到如今,88岁仍截然一身 相比罗兰,影坛长青树胡锋的名气似乎小了许多 因为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香港影坛 多扮演一些小配角,为后生晚辈们干当绿叶 而实际上,他不但是六十年代与萧芳芳齐名的武王秀 还是黎明、张学友等天王的干点 如此一位得高望重的老艺人 他的上半生到底有多扭 1932年1月18日,胡锋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 原名胡继修 青少年时期,胡锋便深深痴迷文艺 对唱歌跳舞爱的不行 遗憾的是,尽管他十分渴望当艺人 自身却有个很致命的不足口齿 读书期间,别的同学回答问题时 都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 而他总是吱吱吱地含混其词 很难将心理化表达出来 可即便如此,胡锋还是歌手不下对文艺的喜爱 1953年,他已经21岁 170厘米的个头 轮廓分明的俊脸,得体地穿着 在颜值当道的演艺圈 胡锋的俊郎长相,俨然为演戏而生 深知儿子是个戏痴 可他偏改不了口齿的毛病 父母没少为此劝他放弃 就连亲戚朋友也对他的演员梦嗤之以鼻 顶着多重压力 胡锋偷偷报考了大城电影公司 在一千余人的激烈竞争中 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面试 口齿的问题 原本就是他很难跨过去的一道看 赛翁是马,胭脂非福 胡锋怎么也想不到 正是他的口齿 在面试环节引起了几位美女评委的高度注意 4日,他不出意外 又颇为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 同年,他成了一名专业演员 并以新人身份出演人生中的首部电影《男人心》 胡锋搭档乐剧花旦王芳艳芬 虽为新人,但丝毫不显稚嫩 一战成名的他 很快在香港电影圈站稳了脚跟 上个世纪50年代 香港电影主旋律是歌舞剧 此间诞生了诸多明觉 从小爱跳舞的胡锋 可谓是生逢其时 彼时,他成了与白燕 邓碧云等女星合作最多的男演员 被誉为舞王秀 他和玫瑰公主萧芳芳的多次无间组合 成为家喻户晓的金童玉女 1957年,胡锋迎来了一生挚爱吕永和 这是他的初恋情人 同时也是携手走过59年的结发妻子 胡锋与吕永和的婚姻 堪称天作之和 年轻时,吕永和既是演员 又身兼监制职务 与丈夫相得一仗 婚后,吕永和深知胡锋对演戏的热爱 便决定回归家庭 做丈夫的坚强后盾 此后的岁月里 吕永和为丈夫诞下五名子女 切实当上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幸福的婚姻 为胡锋的演绎事业飞黄腾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7年,胡锋创办了真善美电影公司 陆续出品诗节与CID等影片 遗憾的是 因比诗少师的功夫片独占凹头 胡锋的电影公司 没能掀起太大波澜 到了70年代 随着小荧幕时代的到来 他的发展思路亦随之发生了变化 为了照顾家庭 他加入了刚成立的立地电视公司 成为最早一批议员 连接不惑 诸多困惑 进入电视圈之后 胡锋不得不接受残忍的现实偏大的年龄 都说演员吃的是青春饭 此话成不欺人 在立的期间 胡锋出演了《海角风云》 《三国春秋》 《大佳节与大狂魔》等电视剧 但多扮演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出于对演戏的执着 胡锋并没有因为角色小而抱怨 反而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标准 每次接到戏 他都会反复研读剧本 认真揣摩人物形象 力求为观众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他那崇高的敬业精神 备受高层赏识 晚辈们敬仰 在圈子中 胡锋除了是当之无愧的戏骨之外 还是有名的宠妻狂魔 评宿里 无论工作再忙再累 他都会尽早回家 与妻儿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菜市场 商场等热闹场合 总能看到他与吕永和携手相伴的身影 表面上胡锋是个中规中矩的老艺人 暗地里他却有着一颗比年轻人更年轻的心 从一以来他喜欢唱歌跳舞 喜欢开演唱会 这份爱不单单是为了养活家庭 也是出于骨子里对舞台的不舍 台上老爷子纵情歌舞三个小时不下火线 热情奔放 宛如18岁少年 台下14个干儿子干女儿 疯狂打CALL 为最尊敬的长辈呐喊助威 这其中便有天王张学友 黎明 以及吴君如 林一连等王牌天后 放眼物欲横流的娱乐圈 始乱中弃者带有人在 花天酒地者比比皆是 就好比有着风流教父之称的四哥谢贤 和胡锋变身于同一个时代 一位感情较深的老友 即便是已故的东邪曾江 也先后经历了三次婚姻 反观胡锋 则做到了一生则一数而期 除却乌山不是云 并非年龄大的演员 便可以称之为戏骨 但这个称号对于胡锋来说 绝对受之无愧 但凡胡锋出演的作品 他都诠释了戏大于天的从业理念 恰如电视剧《我本善良》中 他是少美妻的父亲时长春 阴差阳错地娶了两个老婆后 由任于两个女人之间的无奈 被他演绎的啼笑皆非 又如妙手人心中 他成了Jackie的老爸 仁慈和蔼又不失风趣幽默 怎奈最后换上了老年性痴痰 再如《美味天王》中 他本色出演舞蹈教练胡修修 精湛的舞技令人不由的赞叹 宝刀未老 另如《片中传奇》中 正张家辉的老爸于老师 金庄四大才子中 唐伯虎的令尊大人 壮王宋世杰中宋世杰的父亲 窃听风云耳中的司马翔 无论是活泼可爱的老头 又或是呆板木讷的爷爷 再或是严肃认真的尊者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 都被他塑造得唯妙唯笑 就好演员而言 过硬的人品 畜色的演技 两者却一不可 2003年 胡锋荣获第八届 香港金子精电影终身成就奖 同年又摘得TVB万千光辉演艺大奖 到了2012年 则将第三届 星河无限电视大奖 专业精神奖来入怀中 一座座荣誉奖杯的背后 是胡锋对演艺旅程的深度解读 对演艺事业的不悔担当 对于全天下的恩爱夫妻来说 能够共白手 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梦想 2016年12月 吕永和因病离世 妻子的离去 胡锋难过万分 悲痛欲绝 冒蝶之年 苍颜白发 日薄西山 早年间 吕永和便常年身体状况不佳 终日离不开苦口粮药 身为丈夫 胡锋从未停下过拼搏的脚步 纵使儿孙满堂 也没有萌生过富贤之念 故此 他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妻子 甚至数十年来都没送过花 怀着这份愧疚 他在吕永和的墓碑上写下八个字 远近今生来世再续 如果时间可以走得慢些 又或者可以从头再来 他宁愿少演几部戏 少开几场演唱会 抽空多陪陪家人 只可惜 这世间从无如果 在儿孙们的细心开导下 胡锋最终走出了施爱阴霾 为了告慰王气的在天之灵 他开始乐观的生活和工作 此间 他不但参演影视剧 还活跃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 那些年 胡锋与素有鬼婆和龙婆戏称的罗兰搭档 出演了多部作品 年轻时 两人经常搭档扮演情侣 配合的天衣无缝 到了晚年 又持续饰演老年夫妻 同样亲密无间 在胡锋的演唱会上 罗兰还数次以嘉宾的身份出现 尤其在吕永和去世之后 这对老伙计的关系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网友们纷纷猜测 丧偶的胡锋 或许已经和单身的罗兰 暗中牵手 却又有媒体爆出 胡锋和罗兰情同兄妹 根本不可能成为夫妻 至此 已经在心里送出祝福的粉丝们 不免有些失望 且不管怎么说吧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 不在于年龄大小 更不能受阻于舆论 愿全天下的老人 都有健康快乐的晚年 同时祝福陪伴 咱们青春走一城的老戏骨们 何家安泰 幸福绵长